台延凯 省长监督军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国民政府主席 行政院长等职 不爱江山不爱美人 历史上的宋徽宗 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爱江山不爱美人 整天陶醉于书法绘画等 艺术熏陶之中 现代史上的谭延凯和宋徽宗 如出一辙 他不爱江山不爱美人 都将之拱手相让 谭延凯具取当时貌美如花 财力雄厚的宋美龄 还将宋美龄介绍给了蒋介石 后来孙中山有意聘任他 为黄浦军校校长 他又再次推辞 把校长之位让给了蒋介石 导致江山和美人 都拱手相让于蒋介石 谭延凯 湖南查林县人 1880年1月25日 生 谭延凯这个人很是奇特 父亲是清末的重要官员 家底殷实 谭延凯也算是旷世奇才了 他从小就聪明好学 与当时的陈三丽 谭四同并称为胡乡三公 古代读书人最后的归宿 就是科举 谭延凯也不例外 他通过科举成为了 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状元 只不过当时 慈禧忌惮他背后的谭氏家族 怕谭氏家族再次壮大 以威胁自己的统治 于是就悄无声息地 把谭延凯第一的身份换掉了 谭延凯知道之后 也没有生气 他反而乐得清闲 只是对清王朝腐朽的统治越发失望了 1911年 清王朝日落西山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 直接导致清王朝覆灭 1912年 谭延凯结识了孙中山 孙中山在与他谈话期间 发现谭延凯虽然是清朝的官宦之家出身 但是浑身上下 一点都没有官僚作风与官僚习气 不和普通的读书人一样 死气沉沉 谭延凯还懂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当代时局变化 这是孙中山很欣赏的地方 谭延凯本人也很欣赏孙中山 一是两个人都很仇视清朝腐朽的同志 都为民担忧 二是孙中山去过日本 留学经历丰富 自己能听到不少新鲜事 三是孙中山是一个很有勇气 很有谋略的人 敢于反抗 做了自己不敢做的事 二人话很投机 颇有相见恨晚之意 于是谭延凯就投入了孙中山门下 成为了孙中山忠实的小跟班 是革命派的重要领导力量 加入孙中山麾下后的谭延凯 也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即从宝皇派转变为了革命派 可谭延凯这个人并不擅长盖钉打仗 他更多的是靠脑子 于是就成为了孙中山的智囊团 尤其是孙中山在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 少不了谭延凯的参与 不仅如此 在孙中山没有军费支撑军团开支时 谭延凯就为孙中山典荡了自己的所有家当 为孙中山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 好让孙中山没有后顾之忧 不得不说 谭延凯与孙中山的革命情谊很是深厚 谭延凯这个旷世奇才 不管是在智力上 还是在财力上 都为孙中山顺利进行革命事业 做出了强有力的支撑 不爱美人 谭延凯加入革命派后 孙中山对谭延凯很是关心 也很了解他的为人 又得知谭延凯妻子去世 就想将自己的妻妹宋美玲 许配给谭延凯 但是这个提议却被谭延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这可并不是因为宋美玲不漂亮 没有才华 世人都知宋氏三姐妹 她们背后的宋氏家族 就是民国时期掌握整个中国银行的大财阀 家里有钱不说 三个姐妹还都是才华横溢 宋家三姐妹中最小的就是宋美玲了 作为宋家最小的女儿 可谓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曾经去往美国留学 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政治思想 总结下来就是宋美玲并不是一个花瓶 而是一个奇女子 要说谭延凯遇到这样一个女子 不心动是假的 那她为什么能抵住诱惑呢 究其原因就是谭延凯的发妻 因为难产而死去 而且在临终时 还嘱咐谭延凯不要再去 要好好地照顾他们的孩子 谭延凯自然是满口答应 出于对于妻子与家庭的责任 就拒绝了迎娶宋美玲的提议 同时谭延凯还为宋美玲与蒋介石牵线 成就了一桩姻缘 蒋介石为了迎娶宋美玲 可以说是费尽心机 为了宋美玲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 一是真的仰慕宋美玲 二是认为宋美玲背后的宋氏家族 会为自己提供财力与政治支持 谭延凯也深知这一点 他就顺水推舟 向孙中山提议蒋介石可以迎娶宋美玲小姐 后来在谭延凯的牵线下 果真宋美玲与蒋介石结为了夫妻 谭延凯就这样将美人让给了蒋介石 不爱江山 1924年 孙中山有意建设一所 专门培养军官的专业学校 就是为自己的革命培养精英人才 政治骨干 因为孙中山自身要忙着搞革命 那这件事情交给谁做呢 孙中山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智囊团的谭延凯 他知道谭延凯是一个对工作很负责的人 同时对于教育方面比较精通 于是就想让谭延凯来做这个学校的校长 谭延凯听到孙中山的决定后 连忙推辞说 这可是军事学校 我一介如生怎能担此大任 在谭延凯的百般推托之中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谭延凯为了不搏孙中山的面子 就为这所学校起了名字 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就连学校门口的字都是他提的 这所学校也就是人们今天熟知的黄埔军校 听闻这件事情的蒋介石很是气愤 他内心十分渴望坐上黄埔军校的校长职位 这可是巩固自己权力的最佳时机啊 看出蒋介石心思的谭延凯就推了蒋介石一把 谭延凯向孙中山举荐由蒋介石来担任这个校长 蒋介石有过实战经验 训练新兵必然比自己要强 孙中山当时也与蒋介石关系要好 就采纳了谭延凯的提议 蒋介石在谭延凯的推荐下 就顺理成章地坐上了校长职位 谭延凯也把自己的江山让给了蒋介石 总结 谭延凯凯自己的政治敏锐于恩博的学识 与孙中山一见如故 成为好友 后来孙中山介绍宋美玲给他认识 为了信守承诺而拒绝 把美人让给了蒋介石 不止如此 谭延凯更是因为自己无心军物 而把黄埔军校的校长职位也让给了蒋介石 美人与江山的拱手相让并没有让谭延凯后悔 反而在晚年时因迷恋烹饪而活得更加逍遥自在 人生赢家即是如此 1930年9月 谭延凯先生患脑溢血 病重之际仍嘱托蒋氏夫妇 在青年军官中为其女谭延则责夫 并嘱咐蒋介石在他死后替他照看第二军的将士 不久后去世 国民政府下令国葬 齐木就建在孙中山先生陵墓的东面数公里处 而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没忘这位当初的介绍人的遗嘱 随即为谭延物色了一位军中才子 此人就是在后来的抗日战场上扬边策马的国军名将陈诚 后来陈诚再见过谭延后 不仅为谭小姐落落大方的仪态和知书达理的高雅素质所折服 而且更为蒋介石宋美龄亲自出马充当介绍人而受宠若惊 随即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蒋宋的美意 而谭延也对陈诚的翩翩风度和军阶战功也很是仰慕 两人可谓一见钟情 婚后 谭延性格温存 落落大方 堪称为陈诚之嫌内助 在内持家有方 尊敬婆婆 在外当陈诚在人事关系上遇到麻烦时 也亲自出面到干妈宋美龄面前说情表白 使之话显为疑 夫妻感情弥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